大家好我是菜刀 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新的一期视频 本期视频的话是一局关于蜀国的录像 然后大家都知道我们在直播的时候 特别喜欢一个组合叫做僵尸笨 当然这叫外号或者叫笨僵尸 这个组合真的是非常的强 也是深受三国沙国战爱好者的喜欢 这局游戏呢我们从侧面给大家反映一下这个僵尸笨的强度 好的这局我们的选拳框呢有一个黄盖大桥 这个组合应该是不太会选的 河带后炎凉温丑强度非常不错 如果能够活到残局或者中后期 阵毒气乱收人头炎凉温丑双雄爆发再气乱再收人头 它也是一个就是相性非常好的一个组合 但是这局游戏呢我们作为一个比较有信仰的人 我们表示玩一把鼠吧 月鹰蒋万飞一 虽然月鹰蒋万飞一这个组合呢 它技能是略有冲突 这个组合它是一个一加一 应该是略小于二的一个组合 为什么呢 因为你升息上来的锦囊 你不敢留 你留下来害怕死 所以这个组合的话单挑比较强 开团的时候呢 比较尴尬 就是可能就是开团的时候 这个主要技能是主守城吧 升息的话应该算是一个小天头 然后我们看看这局游戏到底发生了什么 前期依然是二倍速 走起 我们作为五号位杀闪陶非常不错 然后对面看了一下我们的内裤 这个蒋万飞一被看了 这道无伤大雅 没有看到我们的比较嘲讽的那个武将 感觉还是可以接受的 二号位挂了三个装备 三号位这个阿笨非常的膨胀 表示我是国民男神 我是最帅的那个男人 不服来咬我呀 曹匹 这个阿笨干到了曹匹 也算没打错吧 打到了魏国 曹匹继续放逐 曹匹蹲击 回血 落神 必达村断 杀阿笨 这时候呢 后面都是三血武将兄弟们 我还是有点害怕 这个手牌我觉得 此时不干更待合适 然后我就决定把这个曹匹给打死了 我也是略显冲动 但是你说这个牌丢了吧 又感觉不合适 万一后面是大胃就凉了 所以这个真鸡草拼呢 我也不想留 所以我把他给干掉了 收人头收了一张这个藤甲 下家这个人应该是挑了一个飞吴 这个关键启发应该是飞吴 阿笨是名的没有伞的 然后徐胜亮将 这个果然飞吴 这个人应该是飞群 应该也不太像群熊的 应该他要是群熊 应该不会杀这个徐胜 所以他应该是偏群 不 偏属偏位 但是偏属一点点吧 因为我感觉没有必要这么 嚣张 我把他对手都给干死了 他还这么 他还这么那个啥对吧 因为那个暗鸟已经暴露毒条了 八号位是个小潮 所以说我们去决斗 所以说我们去决斗八号位 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这个连毒很尴尬 没有距离啊 只能去杀这个孙笨 僵尸虽然他是僵尸 但只能杀他没办法 下家杀一刀这个徐胜 也是没有亮将 行音一下吃个桃子 徐胜虽然加僵尸笨 真的是非常强的两个组合 非常非常的强 然后一号位 气排过 表示我要打酱油 神仙打架 我要看戏 然后曹宏亮将 想收人头的样子 因为这个小潮应该是明的 然后杀一刀小潮 能收掉吗 好像是能收掉 这个曹宏收了三张一刀牌 好我们又放了一下 那么二七 吴国A残了 但这个孙奥乡取胜 好像死不掉呀 因为孙策的话 可以给他阴魂补好多好多牌 本来是两手牌 瞬间变成七手牌 太强了 这两个组合的配合 这个时候 这个周太感觉 已经杀不动了 兄弟们 我们感觉我们就想过去杀孙上香 不知道能不能搞个距离 无中生有 来了个简易马 非常不错 借徐晃的刀去杀孙上香 徐晃也是不太愿意出杀 我们还是优先去杀孙上香 你杀孙策的话 这个狮子还能回血 然后祝容 老祝葛 那个暗将不知道是什么身份 丢了个九杀 应该是偏群雄一点点 因为蜀国跟吴国的话 应该都会动手钢台 魏国的话 不至于说这个状态都不卖血 老祝葛呢也是放了个南蛮星 乐着孙上香再放南蛮星 还是有点害怕裸奔啊 有点害怕 所以说还是先乐 后放南蛮 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然后这个被断肠了 很尴尬 只剩下一个单单的小祝容了 代劳的话 肯定是不能让你代劳的 代劳就能结音了 徐晃去火攻孙上香 我觉得也没有太大问题 因为徐晃加 徐晃加加成分的话 打这两个鼠国可以打 毕竟祝容已经断肠了嘛 好尴尬 好尴尬啊 只有一张红杀 那不杀了兄弟们 我们弃一下牌吧 等续一句吧 然后就用两张红牌去杀 感觉好尴尬 所以觉得杀徐晟的话 负收益太大了 就只能去杀这个孙策了 能力认一下也不错 好 这个僵尸笨已经四不去了 你们 真的好强啊 好强 然后孙上香杀这个老祝格 虽然断肠了 但依然是男人 还是可以被雌群的 非常的难受 老祝格自己打了一张无险可击 表示要保一保这个杖八十毛 好 孙上香 已经回满了 吴国真的很强 徐晃大哥 刚才在吴国比较 状态比较差的时候 表示要打吴国 现在状态好了 反而又不打吴国了 我当时正在纳闷 他为什么又不打了 吴国明显比蜀国强啊 原来是因为掉线了 铁锁连环 那我们肯定是不会骗出来 我们的无血可击的 对吧 这个局很难受 孙上香有加一吗 我们只能杀这个孙策 那么就杀孙策吧 杀一条孙策孙策摸两张牌 真的好亏哦 好亏好亏 我们先杀再顺啊 因为不想顺孙上香了 就想杀孙策 又是红杀 一手红杀 真的很难受 一手红杀真的是 射得一逼呦 此时此刻就感觉我们在墙上高加一样 对吧 杀一滴血能卖两张牌 然后祝容也是跟着我们的节奏杀孙策 只能杀孙策啊 已经天然 已经天然六不驱了 真的是太强了 大K 祝容大哥感觉快扛不住了 感觉我也快扛不住了 如果孙策再不死 这次要一击了呀 身体要紧 孙上香八手牌 睡完觉还八手牌 孙上香这时候 哎你刚才不是 你刚才不是 你刚才不是吐槽 吐槽人家虚晃 不应该打你们吗 现在怎么去杀虚晃了 不是还是觉得自己比较强吗 所以这个吴国啊 这种人 这个就是 国战里面最 两面三刀的 对吧 就是吴国啊 最喜欢背后捅刀子的 也是吴国人 这就是吴国的本性啊 大家也要谅解啊 很正常 因为感觉孙上香应该有桃子 我就拆了一下孙上香 因为他没有桃子的话 应该在孙笨 死不屈的情况下 应该是不敢去杀虚晃的 他至少有个桃子 保住孙笨不会死 才敢去杀的我觉得 诶 是那个远交进攻 非常关键 看能不能把阿笨给干死 阿笨已经六不屈了 决斗 哦 天然西不屈 真的是强哦 我们把前则连环解了 那红杀也没办法 兄弟 只能杀吧 孙上香现在只有两手牌啊 我们就冰孙上香 这样的话 如果他睡觉的话 他就空城了 我们留个桃源吉翼啊 这个桃源吉翼 万不得已的时候 可能要开 千人巴不屈 还配一个孙上香学生 兄弟们 这样的孙策周泰 你们说强不强 我们真的是把所有的输出啊 我们这两个蜀国的输出 其实还挺弱的 但是我们把所有的火力 不要命的再打都打不死 天然久不屈 这个孙奔这局游戏 承受了无数点伤害 这局游戏孙奔可能承受了 有二十点伤害以上 可能 真的非常强 你想一个三血武将 正常来说 只能承受三点伤害就凉了 这个感觉承受了大概有二十点伤害 因为孙上香睡就睡了 他一轮睡一次吧 假如一轮睡一次 第一轮没有睡 也睡了五轮了吧 真的也睡了五轮 再加上他原来就有到三滴血 也差不多十五点伤害了 真的非常强 孙奔也是这个机智的这个把这个 八国阵给顺住了 非常的厉害 这会儿好难受啊 只能去杀这个八国阵 好难受啊 这会儿这个怡城倒没有什么用了 因为孙策肯定是不会丢手牌的 肯定是不会丢八国阵的 这时候我们要生息过牌了 留锦囊了 祝容乐一下这个许胜 开个带牢 带牢不错 带牢可以把我们过下牌 把简一把丢了赶紧过牌 存点锦囊 这个无懈可击好像是诸葛亮 诸葛亮好像有一张无懈可击 非常关键这个无懈可击 然而他把无懈可击好像给丢掉了 哎杀中了 发不屈了兄弟 终于求逃了 终于求逃了 太难了 这样的话就把阿奔给干死了 这时候徐幻啊回来了 徐幻一看这个局势成这个样子 又抽管了 不知道为什么 谁说孙上香跟阿奔 你说尤其是孙上香 你为什么不把你的输出 都打到这个鼠华身上呢 为什么要去打人家徐胜呢 为什么要去打人家徐幻呢 对吧 这种人就两面三刀 觉得自己很强 打了别人 让别人一看 他离开他不是掉线 他一看记录 刚才是孙上香打到我 是吧 不帮他们了去死吧 扎扎扎无国对不对 嘴炮 先是嘴炮 然后又 对吧 先是嘴炮 じゃあ他离开 然后又耐啥 搞得人 人家未果也不愿意帮他 你去死吧 然后未果就通管放弃了 所以つ chart 这时候这个孙少天有个加一码没办法 这个二打一的话应该还是很稳的 慢慢来不着急 祝格亮难瞒入侵 把取胜压到一血非常的nice 祝格亮比较稳啊 不愿意杀 因为害怕杀一刀给他够牌 祝格亮是坚决不给他摸牌啊 这种时候 到了我们的回合 感觉还是得杀啊 这不杀也不是事啊 杀吧 过牌就过牌了 必定二打一 反正连弩了 连弩刚才也被我们顶掉了 这个祝格亮 这个徐胜就算真的过牌爆发了 也很难说 就是打死一个买喜的这个术国吧 挺难的 又被冰了一下 徐胜也是挺惨 过牌拆桥 拆掉简一码 弃牌 铁锁连环 铁锁连环 连上这个队友 火杀 火杀一刀 祝格亮偷管表示我没闪 但是偷管其实不好 暴露自己没有闪了 但是自己马上也动了 也还好 杀 杀 三张牌 三张牌没有闪 但是有个9 可以列军一下 这个祝荣大哥这一局游戏 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个发挥 还有一个顺史俊阳 徐胜大哥是不是桃子被顺了呀 很难受的样子哟 开了个桃圆结义 有装备吗 没有装备的话 就是狗言残喘了呀 那就没什么卵用了 真的是这一局游戏 真的是月鹰大战僵尸笨 兄弟们 带个祝荣小弟 大战僵尸笨 尤其是这个 孙上将徐胜一直乃至这个僵尸笨 太强了 这个男人真的太强太强了 我们艰难获胜啊 险胜兄弟们 真的是险胜啊 不容易 真的是不容易 这一局游戏 在直播的时候 打的那个过程啊 那个揪心啊 兄弟们真的 一直在说 哇靠 我都欺不去了 哇靠 我都久不去了 怎么还不死 但是人家就是那么坚挺 我就是不死 用 对吧 用这个颜值告诉我们 什么叫做国服最强 就是这么帅 但是他再强 他的颜值跟我们比 还要略逊一筹 所以说最后 我们把他杀死了 我们 获胜了 好的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 感谢观看 非常感谢观看